我們就合固呢 就進套物理了 我們來看到第五頁 第五頁 從導致與傳組 因為第五個技巧跟這個其實很相控 直接我們往後往 看第五頁 中間的地方我們可能 如果有誰來討論沒有時間 我們可能就請啦 我們就回去 我們同彩之間用上討論就好 好 我們來看喔 導致與傳組 我們來看 我認為讓所有東南亞國家 都成為ASEAN組織中積極的成員 才是最符合國人利益的 相信我 人家很常出現這種 露露的東西 你看 才是最符合國人利益的 然後這個呢 在中文裡面上最好 可是在英文裡面是一定要先這樣 一定沒有其他辦法 對吧 對吧 一定得先講 OK 這就是所謂的 有一些東西在後面 然後前面前面的 拿到後面 這個叫做導致與傳組 我們看第二 因為 對於世界上的危機 在最近幾年 更多的美國人 都現在生活在派遇 比任何其他地方 也許 現在美國民眾人口 比利時商業的時間點 都還要來得多 中文字已經是多 而且是放在後面 英文字 一定在前面 對於說在翻譯上面 人是大風吹了 但是你不這樣的東西 來刷什麼 好 這些都是我自己做過的案子 這個博物館的案子也是 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博物館這句話 是一個人他講的話 他還不是寫還是講 然後講的這種意思 整個人頭非常痛 因為就是目前要去 打製造成的工作 你看 A museum is a non-profit-making carbonate institution in the service of society 你看 你來對照 譯文 所有的博物館 是以服務社會 為己任的非營運組織 in the service of the society 放到中間去了 又把它放到中間去了 which requires, concerns, searches, communicates, and exhibits 好 這都還可以正常翻 可是它有個插入句 for the purpose of study education and enjoyment the tangible and tangible heritage of people and their environment 請你看 for the purpose of study education and enjoyment 在譯文裡面 因為中文這不能這樣講話 中文並沒有什麼這種 差路也很差 所以就放到後面了 意大 研究教育與修閒之目的 或是一個輿論的目的 等於說 這個就是所謂的打製跟重組 其實導致跟重組 其實就是可能去派遞的什麼意思 這樣我們清楚了嗎 那這個就是說 如果你如果去導致跟重組的話 你的英文其實還有可能不太同 我們先來看第一 課堂練習最後了 自1990初期改革以來 都會產生了巨大變化 那我們剛剛也有講到 剛我們在處理中翻譯的時候 我們首先遇到一個問題就是什麼 主詞的選擇 然後動詞的搭配 所以你看喔 這邊的主詞有什麼可能性 1990是不是有可能嗎 不可能 因為這個是時間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絕對是不可能的 因為這個是要放在後面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比如說since the forms in the early 19 那意思 這一定是在後面對不對 好 那還有什麼可能性可以做主詞 可以告訴我嗎 東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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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歐做主詞 他有什麼可以做主詞呢 變化 對 變化 那那有巨大的變化 對不對 有可能 OK 你可以寫寫看 你想想看 你說如果東歐做主詞 我這句子的動詞是什麼 那如果你的主詞是巨大的變化 DRASTIC CHANGES 做主詞動詞是什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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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 我請大家寫兩句 我們都寫兩句 那你寫完之後 你就可以自己想 哼 這一句比較多 還這句比較瘋 你就自己去想想看 你會有一句稍微有一點 有沒有可能以改革來做主詞 有沒有可能 改革呢 report 有沒有可能用做主詞 如果你覺得有 那你就可以寫三句 第一句是以巨大的變化做主詞 第二句是以東歐做主詞 你還可以第三句 以改革來做主詞 對 你想想說當然就是會有幾句是比較自然 那只是基金我們是練習的目的 你一般在做翻譯的時候 你當然不可能有這寫功夫啦 只是不停的在追這個死線對不對 所以就 但是我們在做練習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給一個研究的心境來看一看 我現在這句句裡面是都可以都能夠接受 還是他們這三句都是意思上沒有相差太多 但是哪一個的Style上最接近的 都你可以去思考看看 今天時間已經到了 時間 對阿 對阿 你看都會繳迫 對 對阿 對阿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自然的 當然是你自我判斷對不對 你可以說什麼 第一個就是巨大的變化做主詞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Eastern Europe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reform policy in the early 1990s 我們先不管其他的什麼處理 我們主要是著眼在確實的架構對吧 東歐 Eastern Europe have seen great transformation or great changes 什麼都可以 Since the new reform policy in the 90s In the early 90s OK 沒關係細節我們就不吹馬糗次了OK Hat seen or underwent Eastern Europe and the way of great transformation 那你也可以把我們剛剛講的改革做主詞 第三個 The new reform policy Introduced in the 90s in the early 90s Led to great changes in Eastern Europe 現在有三種 And the list might still go on 哪一個你覺得比較順 才會智慧啦 沒有這個要智慧 首先你要看原文 原文他強調的是什麼 因為其實這三句強調的東西 其實也都不一樣 喔 對不對 因為哪一個東西先出現 什麼 我自己感覺上 他的emphasis是有不一樣的 你沒有懂我意思嗎 對 雖然沒有東西被遺漏掉 但是有些東西先出來後出來做主詞 就是可能是他想強調的東西對不對 所以說grade changes強調的是巨大的變化 Eastern Europe是以東歐做主體 所以他強調的是東歐歷經變化這件事 OK 那麼第三句呢 他強調的是改革 是這個東西 是他強調的是改革帶來了什麼的結果 我講的是把聚焦去再改革 那麼原文的聚焦是在哪裡 那你就可以去調學 那雖然一個意義者可以argue 這些東西都是一樣的 但實際上也是不一樣的 原文他的重點在哪裡 他想要強調到我發生一個很不一樣的東西 對你如果你的判斷喔 當然是首先是你判斷什麼 如果你的判斷是 我先看這句中文的原文 他強調的是巨大的變化 那我的英文裡面我可能什麼 我可能就是選E 但是你如果你對原文的解讀式 我不認為他強調的巨大的變化 我認為他強調的是 東歐產生了巨大的變化 強調的是這個事實 那就是2 對不對 如果你的unrealize 東歐產生了巨大的變化 我覺得他強調的是這一個事實 那也就是2 好啦 那當然這三個就是說 只要你今天選這個 你要對你自己 我有沒有理由去支持我這個 對這個議員的選擇 OK 而不是我今天只翻了一句 然後就說 啊這個是我一個大 謝謝 彈性很大 而且可以有很多思考的空間 OK 那是我的名字 好 好 在這個 可以給我 請你指揮你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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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幫我 謝謝 對 最後